澳洲国防部在声明说 周四一架澳军P-8A海神式巡逻机 侦测到一艘中共海军舰艇 发出一道激光照射我方军机 是严重的安全事件 这类行为可能危害性命 我方强烈谴责这种不专业 且不安全的军事行为 澳洲国防部称事件发生时 这艘中共军舰正与另一艘 中共海军舰艇向东 穿越阿拉夫拉海 这片海域位于澳洲北部海岸 和新几内亚南部海岸之间 随后这两艘中国军舰 又穿越托雷斯海峡 驶入了珊瑚海 澳大利亚国防军在五天内 对这两艘中共船只 进行了六次观察 包括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以南 地问海和阿拉夫拉海 最后通过托雷斯海峡 澳洲广播公司报道 中国海上民兵2019年 就已经开始使用激光 袭击南海上空澳洲飞行员的行动 最近的几次事件 都发生在澳洲专属经济区内 澳洲2018年 进行了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华为 参与5G宽频网络建设 从严修订法律 限制外国政治干预 并呼吁对中共病毒起源 进行独立调查 致使澳洲与中共的关系日益紧张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 锐利综合报道 居民官方训